大家好,我是乖秀山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四日 那么咱们来做一下复盘 那么像今天呢 商政主书给出了一个微微方量 然后呢是一个小羊 这个小羊的话呢 还是一个类似于光头的阳线 那么接下来反弹能否延续 以及接下来应该注意 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关键位 首先的话呢 回顾一下咱们今天早上的一个视角 今天早上的一个节点 已经的昨天 早上节点的话呢 那么短周期来讲的话呢 还是震荡 为了3500点的位置进行 震荡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在早盘的时间呢 讲到就是盘前 2021年11月4号 今天早上呢 讲到呢30分钟MSD迪贝离成线 60分钟观察今天是否是否青春金叉 日开的话呢 MSD红柱绿柱是否缩短 然而给出的视角呢 短期向下有限 短期而言反弹有望展开 但是呢中期依旧呢 不抱乐观态度 好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走向 今天的话呢 从30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 MSD迪贝离 这是在今天之前已经呈现的一个状态 60分钟的话呢 在今天日内 MSD 金叉 形成明显的迪贝离 那么日线的话呢 MSD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绿柱缩短的一个状态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短期反弹 仍有可能相似上再延续一下 那么咱们再回归到残论结构 残论结构的话呢 从日线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今天虽然说呢 阳线的尸体并不算长 涨幅呢也不算 不算过于强烈 但是呢 从个股的表达来讲的话呢 今天是属于 类似于普涨的一个做法 而且是很难得 进白股涨停 同时的话呢 那么收涨的个股 能够在三千 能够在能够在三千四百家以上 这真的是属于近期的话呢 是属于非常难得的 也说今天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的 那么有一定赚钱效应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残论结构来讲 这个位置其实无形当中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底分 好 就是我们把昨天和前天呢 这两根开线做一个处理 处理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底分已经出现 这个底分的话呢 而且今天收盘呢 收在五均之上 五均的位置呢 是三千五百二十四 那么呢 今天收盘呢 收在了三千五百二十六 也收在五均之上 那么从这个节点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是完全可以啊 就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日线的一笔下 日线一笔上 日线一笔下 如果说后面观察的是能够补量 如果说量呢 能够跟上的话 量呢 如果说能够跟上 后面的话呢 最理想的角度来讲呢 是完全可以期待一笔上的 一笔上呢 在观察的一个节点 就是浅高了 浅高这个位置 如果说上涨的比较纠结 浅高呢 越不过去 一旦出现顶分 那么又是一个更大的卖点 但是这个位置一笔上能不能能不能发生呢 那么咱们用分钟级别来去观察 好 这是这种推演不是完全完全有可能的 它不是唯一的推演方式 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分钟的一个视角 列出呢 从30分钟的维度来看 30分钟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3723.85以来 它首先呢 给出的是一个30分钟的线段下跌 然后呢 是一个三重线段上涨 这个位置是30分钟线段下跌 线段下跌呢 其实当前的一个节点 它是属于 向上 观察的一个节点什么 如果说这个是还属于三重一笔上 如果说一笔上呢 不能越过前面这个高点 前面高点在什么几点 几点呢 可以参考3560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向上不能越过这个位置 一笔上不越过去 再往下给出一笔下 破前面低点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30分钟 这个线段下的延续 所以说呢 它想要像刚才咱们讲的日线的 我都来讲 能不能向上走出一笔上前提 先观察它能不能向上突破3560 如果说连3560都突破不了 一笔上就暂且先别想 理解了吗 好 真正一个视角 就是30分钟的视角来讲 但是个人前面呢 咱们在昨天晚上 包括前面观察一个视角呢 讲到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有两种剧情 不管哪一种剧情 个人更倾向于 后面的话会接一个30分钟线段上 就是线段的话呢 像上的线段 像下的线段 它一定是上下一一对应的 就是下结束一定是上 上结束一定是下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 30分钟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一笔上 这个节点的话呢 如果说3560约不过去 再往下探给一个小阶段性的小低点 走一个5分钟的判断下跌 三分钟线段下的延续 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先观察3560能不能约过去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呢 如果说这个反弹的力度 日比上反弹力度比较强 然后呢 三分钟一笔下回落了 不破前面地点 好 就是3477点位 始终不破 给度一笔下 这个位置呢 完全可以对接一个 30分钟线段上 这种一笔上 一笔下一笔上 这不就是30分钟线段上了吗 这个线段上一旦走完 再观察和浅高的一个 一个是力度 一个是和浅高 如果说呢 不能通过浅高 跃不过去 那么 这个位置完全可以组建一个 30分钟的走速中枢 30分钟走速中枢的话呢 一旦组建完成 那么防范的是 30分钟的向下 离开段 就是呢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的关键 跟踪的一个关键在于 这个30分钟线段上 是以3477为起点 还是说 后面会不会给一个 新低 那么给不给的话呢 那么从当前的一个跟踪视角来讲 因为30分钟底背离 60分钟底背离 日线的话呢 MSD绿柱数短的 然后呢 日线 MSD 日线 日K线的话呢 也呈现底分了 所以这个位置呢 可以谨慎的 用短线的一个视角去跟 但是呢 这个30分钟 三线离开段 即便走完 只要不突破前面的高点力度 如果说反弹的 这种力度 整体来讲 没那么强 甚至呢 连上一轮 这个位置的强度 都不如的话呢 那么后面 反弹上去 还是一个更大的卖点 所以当前的话呢 还是属于偏向于震荡 或者是短期的反弹的一个视角 然后呢 谨慎了去应对 好 这是对于30分钟的一个 唯独观察级点 就是那观察级点 就这个位置 向上先看3560 能不能流过去 如果说能不能越过去3560 回落不过前面低点 是可以期待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 三分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走一个三分 相上的线段 现在线段走完过 之后的话呢 那么再把握它的一个 更大级别的卖点 好 那么如果说这位置 连3560都越不过去 那么呢 方范的是 走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三分钟比中枢 再往下 但是再往下的话 一旦有资金接力 不是只要不出现级别 如果说往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它是寻低 也是找买点的 找短线的买点的 好的 30分钟 那么我们再来看 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五分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咱们 前面讲的推演的 次数比较多了 那么今天就简化一点 第一个目标 第一个关键位的话呢 还是要看 3560点位 这个3560点位怎么来的 咱们前面也讲过 推演过多次 它是属于五分钟中枢 是作为五分钟中枢 延伸 好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五分钟线段上 这是五分钟一比下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线段 线段上 就那这个位置 如果说前面这个高点 越不过去 越不过去的话 那么防范的是 冲高做回落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五分钟中枢来去对待的 就那这个位置 这是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一比下 五分钟线段上 就这个基点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五分钟中枢来去对待而已 就是应作如是观 最终呢 先明天 3560这个位置很重要 3560能够越过去 那么呢 只要说带量能够越过去 即便有回落 也是短期的机会点 如果3560越不过去 那么它反而是 直视低吸高抛的一个节点 就属于轮动可能比较快 那么防范的是20回落 20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 只要不是是缓跌 对有抵抗式的下跌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 盘传下跌 三十分钟线段下的延续 那么呢 一旦出现背词 那么呢 它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的盘传上 三十分线段上 就是回落下来 反而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所以说呢 第一 先看3560能够越过去 弱的表达呢 就是越不过去 即越往下 强一点的话呢 越过3560 而后的话呢 回测 回测的话呢 最好能够在什么呢 能够在低点和高点 这样的一个半分位上方 能够落定 就是呢 形成这样的一个中枢 或者形成这样的一个平台 小的平台 然后呢 再往上 这就属于三十分钟 线段上的一个剧情了 好 这是商政指数用五分钟的视角 那么当下 向上先看3560能够越过去 如果说3560 越不过去 那么必然会先下拐头 如果说能够越过去 然后呢 再像 再观察前面的 像3625前高的一个附近了 就三三千六附近了 好 这对商政指数的一个态度 然后总结一下呢 就属于当前存在 短差的一些机会点 这个短差的话呢 咱们 并从板块的一个维度来讲 像今天 对了 元宇宙 云游戏 无人驾驶 充电桩 风能 等等 其实是属于 体材的全面开发 也是呢 资金很饥渴 市场的话呢 也是人心市场 但是咱们前面 几天讲的一个节奏点 例如说呢 对应的三个小的一个分支 一个呢是消费电池 我们来看 消费电池的话呢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 这个位置呢 回落或者分化或者回次 它可能会存在短线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它的一个逻辑的话呢 是 对应的近期有亮堆的呈现 前面调整的相对的就要充分 那么这个位置有亮堆 后面调整过之后呢 可能会存在短差的一个机会点 就是短线的机会点 消费电池 其实呢 虽然它 并不是所有板块当中表现最强的 但是呢 从它的一个剧情来看 在今天没有发生之前 能够 能够留意到 实际上它还是有利可图的 最起码这是一个互然率的事情 然后再来看呢 像汽车电池 我们来看 汽车电池的话呢 也是如此 前面呢 有一个比较率来说 较为充分的调整 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 那么前面的话呢 这个位置反弹下 也是一样堆 这个位置回次呢 咱们讲的 它可能会存在一个短线的 机会点 好 这是汽车电池的指数的一个表达 这次的话呢 像一些敌位科技 敌位科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我们来看 像今天 除了 好 例如说 敌位科技里面 我们来去观察一下 不管是从 涨停 方 涨停分布也好 还是从板块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像 5G啊 华为 像芯片 等等 好 也就是呢 像一些敌位的一些科技方向的话呢 其实近期也是慢慢的开始 有所活跃 有所活跃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 还是核心还是在 一个是 蛇谷本身 一个是交易节奏的问题了 好 那么从当前板块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来 像今天 量能微微方达 那么看接下来能不能带量 就是能不能向好的方向 一个是需要量能方达 一个是 直属来讲 3560需要向上 攻过去 才能够高看一线 或者才能够保持一个偏乐观的一个视角 如果3560都跃不过去 量能也不能跟上 那么呢 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 很喜庆的一天 那么防范就是明天别重高出3560又不过去 重高回落 或者是分化 或者是震荡 好 这是对于 从板块的一个世界来看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个人依然倾向于 例如说像 老的一些热点的话呢 个人还是 但是个人的一个观察视角 偏向于 谨慎 不管是光伏也好 理电也好 那么新能源车也好 那么呢 即便呢 后面存在这样的一个轮动 那么呢 尽量也是保持 呃 谨慎的一个视角 谨慎的一个态度 而对于消费电子 像呃 汽车电子 包括呢 像底位科技 底位科技里面 不管是像 华为方向 5G方向 还是像芯片方向 就属于吗 就属于一些 具体聚焦到个五层面了 具体到个五层面 来说像三安光电 三安光电 它算不上底位 但是呢 它是技术形态比较好 就是从日线的三里买点 然后呢 用均线的角度来讲 一类买点 当前的话呢 实际上给出 阶段性新高 阶段性新高的话呢 那么像这类 呃 这类个股的话呢 不是在当前 在往上的出去追了 只是呢 咱们在它没有起来之前 就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 跟踪的一个视角 就是呢 需要大家去 自己去挖掘 好 这是咱们今天 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也就是说在 今天是周四 那么呢 对应的 那么在本周的话呢 咱们整体上面来讲 我们来看 从周开的一个维度来讲 只是一个四字星而已 如果说 因为明天还没有走出来 明天不管是 呃 微微反弹 还是说真浪 那么其实本周的话呢 是咱们前面 对于本周的一个态度 就属于本周 并不怎么 并不悲观 但是整个11月份的话呢 并不抱有太高的 乐观的一个视角 所以当下的话呢 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局部的 呃 局部的一个方向 短线的视角 控制仓位的经历下呢 可以去消大小道 可以去练手 可以去呃 练练自己的方法 练练自己的节奏 呃 仓位的话呢 不要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向上没有 不带练 如果说后面不带量的 一个反上弓 不要呢 越往上越冲动 越冲动的话呢 而且呢 咱们会想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越往上 因为量呢 始终没有跟上 一个是量的没有跟上 一个是呢 力度没有跟上来 所以说呢 越往上咱们是保持越谨慎的 反复提醒谨慎 反复提醒谨慎 但是呢 谨慎了 这样的一个风险 是规避掉的 如果说呢 越往上越兴奋 越往上的话呢 越冲动 那么呢 可能又是阶段性的 而再次被套 前面可能在这个节点呢 刚刚刚到寒泪 寒恨离场呢 或者是止损了 然后呢 一次两次三次 又追高了 然后呢 悲观绝望 然后后面反弹 如果说真的是 往上面多走一点 量都没有跟上来 这个位置 可能又是一个讨人的节点 所以说呢 当前 只是一个短线的 一个机会点 把握好节奏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那么再一次强调 修禅场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金融演成产品 不推荐任何的理财方式 修禅场也没有任何助理 而且的话呢 任何就是修禅 更多的是持续于 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包括呢 像禅论的一个学习 禅文的一个学习 然后呢 共同进步 另外呢 主观的一个视管 视角 主观的一个观点的话呢 任何人都是有 以市场走势为准 只是一个参照而已 好 这是咱们讲的内容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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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